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事实是我们在说这事的当天晚上上海五星体育频道正在直播一场中超球赛 而同时在画中画直播另一重要活动 刘翔的退役告别仪式 体育评论员们一边评球 不时插序下正在进行的退役仪式的进展 在国际上类似的画中画时有发生 尤其是重要事件在同时发生时 美国911的时候也有频道专门开出友台镜面 丰富现场画面 用一个屏幕看不同的内容应该说并不是新闲事 当然固定下来 长时间的使用可能真的是新话题 我在一次与央母的交流中 也曾经提到未来电视发展的可能就是分屏 而这也将解决他们赛事很多无法一一转播的矛盾 大家说这些的时候当然也有许多的困难 但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我们的固定思维 我们很难解放思想去改变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样式 事实上早几年 我曾经参与一种四分屏的小设备的推广 它能将播出总控式的大屏幕分割成四个 或者更多的小屏幕 这样能节约使用屏幕 节约空间和设备投入 但一开始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很多人已不稳定 没见过唯由拒绝 可是今天走进很多先进电视台的播总控 基本上没有不用画面分割 进行节目播出监控的了 人的思想解放 其实可能是分屏出现在观众家里的主要动力 在美国有个创业企业 4CTV搞了个家庭用的画面式分割机顶盒 这位老兄是因为家里的播出设备太多 又想同时都能看到这些设备里播放的设备 想出来搞这么个咚咚 观众们就可以在一个电视机上 看到几个不同设备同时播出的节目了 而同样的想法也被另一家创业公司实现 这家叫Screens TV 它能同时处理5个信号 观众可以在电视机上看5路信号电视节目 还可以自定义节目占屏幕的大小 现在的电视机越做越大 价格越来越便宜 84寸超高清智能电视 已经成为现阶段客厅电视消费中的最高端商品 它相当于4个42寸电视屏幕大小 创为84E99R的超高清智能电视7万元 LG84UB9800 CA4K超高清智能电视8.5万元 在具备屏幕超大清晰度极高等条件下 将一块大屏分成两块三块甚至更多块区域 同时显示不同内容成为消费者的现实需求 最近海尔推出一款冰箱电视机 冰箱的冷冻冷藏门变身成为电视液晶瓶 这是很有创意的产品 而类似的产品会越来越多 电视节目内容天知道会怎么呈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节目播出的镜面值得频道运营者脑洞大开 世界创新之王谷歌公司在这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面 他们的Project R是让你像玩积木一样的玩手机 而现在他们想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电视上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谷歌正在研发模块化屏幕 这样做的好处是电视屏幕变得灵活 想大就大 想小就小 想多屏就多屏 想单屏就单屏 事实上现在的LED屏的商业应用 在展示和广告行业早已能做到这样的功能 反观我们的电视台 2008年央视高清频道开播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频道没有转换成高清 而各个高标清同播的频道的画面就五花八门 到今天也没搞清楚过 一个从4比3转换为16比9都要花10年时间来转换 使我们不得不对国内电视台对画面灵活切分的能力倒吸几口冷气 现在的财经频道和天气频道都在使用所谓Lobobar的四分画面 活动画面站一脚 L型的环绕画面都是数据和字幕 这种形式最早由美国的彭博新闻发明 所以国内引入觉得很自然 如果版权许可 为什么不做分屏这样的事情呢 现在如果让你把一个其他频道也这样分割 你大概还转不过弯来 但是为了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 为了节目的创新 我还是想跟各位说 大屏就分了吧